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就是我住的城堡莊園 我昨天在網路上看到一個非常搞笑的事情 我必須得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個叫做歸來的條馬哥 他說台灣女子赴烏克蘭參加亞素營雇用兵 結果失聯估計人沒了 據台媒報導 該女子姓名溫子柔 21歲花蓮籍 騎兄溫子瑜 也就是我 下面還附了我的圖 以上媒體證實該消息屬實 根據Youtube的主播射讀日記八九 向本台記者提供消息 聲稱自己的妹妹溫子柔 21歲 我都不知道我有個妹妹 而且長得那麼像AI 在赴烏克蘭參加國際志願營後失聯 根據八九的提供消息 溫子柔為了營救先前 被瓦格納土匪綁架的學妹隊友唐柔恩 而跟隨其友軍小隊前往西昌斯克進行營救作戰 這隻小隊之後變失聯了 疑似遭遇了不測 我昨天看到這個我就馬上跟我弟說 欸 咱們有個妹妹你知道不 然後問我爸 偷生的是不是 我怎麼都不知道我有個妹妹 然後我這個妹妹還跑去烏克蘭 我都不知道耶 OK 這個我們台灣人明顯看就是造謠的 對吧 中國那邊的網路媒體造謠 但是下面小粉紅的回覆 個個都非常暖心 帶大家來看一下喔 尚趕著送死的我真是沒見過 一個女孩子去屋 我估計都不是上戰場S的 你懂什麼 這是準備改良自己的基因 你看喔 他說台灣人是中國人 然後中國台灣人過去要改良自己的基因 也就是說所謂的中華民族的基因 也中國人的基因不好 是嗎 你真去啊 真的假的沒這麼傻吧 就想還有一個韓國網紅去 人家就真的拍了幾張照 就閃人 還真去啊 下面有個人說查過了 沒任何消息 連這一位有沒有妹妹 都是個大問題 這個蛤蟆嘴的視頻 幾乎都請演員 我之前請了一個北京海淀區 甘家口派出所 全部的公安跟演員 由影片為證 你八九你請演員 我要親自對戰你 對戰之後 然後新的小粉紅說 嘿 你請的這個是演員 我要上戰場 然後上戰場之後 另外一個小粉紅說 嘿 你們都是演員 我要親自上 小粉紅的一生 會不會被尬妖子了 想的也太好了 把一個女子丟在 每天都在打戰 不知道明天自己會不會 S的地方 是什麼事情呢 我再想一個問題 他們要是立馬投降 然後說自己是中國人 來參加國際紅十字會的話 能活命嗎 2022年 最後一批國家撤走留學生 跟當地僑民的 就是你們中國啊 台灣比你們先撤 然後你們躲在防空洞 這樣啊 然後還說自己是日本人 對不對 因為你們國內小粉紅 那個言論被大翻譯運動 傳到烏克蘭境內 被烏克蘭討厭 之前那個 那個哪裡啊 索羅門群島 掛中華民國國旗 美式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被S被砸電 這一次以色列撤僑 中國政府沒有出 拿出中國國旗 你看我之前報導過 有一個人拿出中國國旗 然後被哈馬斯溫柔對待 對吧 這個人我刷了好幾次 不排除是趁流量炒作 這個造謠的人才在趁流量吧 差不多得了 這個事情有可能是真的 但這個圖可能是網上的圖 美美啊 聽到哥哥在喊你 快從烏克蘭回來吧 這是地獄笑話吧 這女的一看智商就不低 用人家圖經過授權了嗎 哈哈哈 你們粉紅到底在幹嘛 這個圖最好笑的地方就是 這個人把我2020年 做直播的一個片段 然後Key上了一個 中華民國國旗跟烏克蘭國旗 我們看到旁邊他還P了一個 中華民國國旗 還自己把他吐掉 所以 你到底是反賊 低級紅高級黑 要讓更多人翻牆來認識我這個人 來看我的頻道 然後漸漸的漸漸的看越來越多 看了越來越久 覺醒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 你要說我有個姊姊 我有個妹妹 我有幾百格格格 我有後宮加力三千 全部都去烏克蘭了 那請便 那如果是小粉紅在一零操搖 我真的覺得 P中華民國國旗 幹什麼啦 而且 那個是在台北西門町的一家飯店裡面的房間 好最後再帶大家來看一個影片 也是小粉紅在痛罵日本人的影片 非常的搞笑 好來吧 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Japan Japane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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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Chine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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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know why? Do you know why? Chine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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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know why? Why you are Japanese? Look at me Look at me Look at me Do you know why? Do you know why? Do you know why? 所以你看到了齁 就是很智障 你說 中國第一名 為什麼 因為日本在1945年投降了 遞交那個申請書的畫面 可問題是 把日本打造投降的國家叫做美國啊 投那個小男孩的國家叫做美國啊 而美國跟日本現在關係非常好 日本也有你中國拿不到的美國戰機的技術 還有任何的武器技術 你中共想拿一直拿不到 然後 你說 中國No.1是因為 美國S的日本 日本投降了 關你中國屁事啊 而且我們在論那個中國 是中華民國 是我現在的國家名字 關你屁事啊 就整個都是邏輯分裂錯亂的 要來嗆日本人也是我們來嗆日本人 對嗎 可是我們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有什麼必要 小粉紅常常說 我們沒有資格替仙人來原諒 那你們有資格替仙人來仇恨嗎 那相對而言的 今天日本人的後代 他有什麼義務要去幫他自己的祖先承擔他犯過的錯 那難道說各位粉紅的家人如果犯了錯事情 要租聯九族對嗎 欸爸爸今天可能把人家S了 兒子要受罰千千代代世世代代永流傳 一千年以後這個仇都要記下去 為什麼要有法律 為什麼要有國際仲裁跟制裁 就是要避免這種仇恨一直這樣交叉下去 那我跟你講這個世界上 你們最該仇恨的不是日本 更之前更早的什麼鮮卑胡人槍蒙古金人 包括你們自己亂S自己國內的人 你們那個要去更記仇吧 那個S的更多 我就光說太平堅果之一 死的這個人數七八千萬耶 那不是人命嗎 不管是什麼理由人命就是人命吧 沒有這種沒有這種道理啊 外面的人來親戀女S你就是不合理的 自己人親戀女掠奪你把你S就是合理的 沒有這種道理吧 如果有這種道理的話 那這個法律應該寫 家人之間互相S是不犯法的 好啦那現在稍微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環境 內部就不看啦 內部的話改日你們去我主頻道看 然後那邊有一個小船 湖泊有沒有 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後院 後院很酷整座森林耶 這個SPA泳池 然後那邊 山林小徑 我真的覺得很chill耶 你看 大家看 那個就是我們住的城堡 那這裡還有小溪河流 這夏天的水應該會更多啦 因為現在有點冬季 快要冬季了 好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啦 因為出來旅遊還一直拍片 確實有一點小累 我是巴掌 下集見啦 掰